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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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可以再確認一下那個 在講 有時候 selection 什麼是 button 跟 top 呢 喔 好喔 這邊這個問題是說 adverse selection的這個 problem 的時候 什麼是 top 什麼是 button 是這問題吧 好 問題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這裡呢 這裡是我們 投影片上講的基本的 2 type screening problem 那我們這裡的這個 setting是這個樣子 就是 看這個好了 好 我們有兩個type的 consumer 然後有一個seller 所以seller要決定這個Qt Qt 來賣東西給這個 consumer 那這個地方呢 consumer utility 是 theta v of q -t 嘛 那這個量 這個量 某方面來講 可以幫助你決定 誰是這個 high type 誰是 low type 那基本上呢 我們一般來說 大概是說 我們比較佔優勢的那一方是 high type 這樣講不是很好 從哪一次 high跟low 一般來說啊 就是在講 誰的那個type比較大 比如說 θ比θL大 那我們就說它是high type 但是我們在講 比如說 efficiency at top 或是 no rank at bottom 的時候 top跟bottom 和high跟low 不是說 一定high就是top low就是bottom 就不一定是這樣子 這個例子呢 是說 high的那個人 剛好就是所謂的top 然後low的那個人 剛好就是所謂的bottom 那high一般來說 就是指 比較佔優勢的那一方 或者是最後會發生 efficient level的那一方 那bottom就是 賺不到錢的那一方 或者是比較吃虧的那一方 那什麼叫做 然後 賺錢佔優勢 什麼叫吃虧呢 就是你今天想像這個scenario的話 我賣東西給一群人 然後那一群人 有的人喜歡我的商品 有的人不喜歡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比較喜歡的人 就比較佔優勢 因為他的utility就是會比較大 他們吃一樣的量 用一樣的錢買東西的話 utility會比較高的人 就是θ比較高的那個人 這樣子 那這一些人就比較佔優勢 或者是像那個 嗯 席題 上課席題講的 是那個兩個seller 的cost不一樣 那那個時候就是cost低的人 是top 因為cost低的人 比較佔優勢 他的utility會比較高 然後或者是像 teller and shell那一篇paper 那裡面就是看到good signal的人 是top 因為看到good signal的人 的expectedutility會比較大 所以 你去看的時候 誰是top 誰是top怎麼決定呢 就是看誰的utility會比較大 誰比較佔優勢 這樣子 然後你也會發現 他就是比較想要說謊的那一方 這樣可以嗎 好的 比如說 所謂的誰比較喜歡說謊 像比如說這裡啊 你如果很喜歡這個商品 你就會假裝自己不喜歡這個商品 所以你有動機說謊 你有動機說謊 你有動機說謊 top的type 有理由說謊他是low type 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今天是生產的人 如果你的cost很低 你有理由想要宣稱cost很高 就是裝死嘛 就是這樣子可以爭取比較好的合約 或者是你預測 你看到good signal 市場很棒 你也會裝死說市場很差 這樣子的話呢 可以跟你的上游爭取比較好的合約 OK 所以呢 通常在這種比較簡單單純的scenario裡面 你可以去看 喔對對對對對 就是 有一方會有動機假裝他是另一方 那有動機假裝的 他就是 top 他就比較佔優勢 他最後會拿到information rent 如果你今天沒有動機 去假裝成另一方的話 就算你可以假裝 這個能力也跟沒有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拿不到rent啦 就是這樣子 這個問題很不錯 因為我們等一下 也是講一個 這方面的應用 所以你等一下又會看到一個 2type的model 你可以再想一下 到底哪一邊是top 哪一邊是button 今天的plan呢 就是要跟大家講這個 這個 topic的名字叫做 Cascade Contract Design and Partial Monitoring 有點長 但是總之你可以理解它是一個 two type adverse selection 或two type screening problem 的延伸 我們最基本的two type problem 就是有一個seller跟一個buyer 或者是講general一點 一個principle跟一個agent 然後他們之間簽合約嘛 那提供合約的人叫principle 接受合約 選擇合約的人叫agent agent agent有private information 所以principle 設計兩個合約給他 設計兩個合約是因為 agent有兩個type 這應該ok吧 就是蠻 你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這些東西了 那有了這個基本的 one to one的principle agent model了以後 我們上禮拜做了某一種延伸 就是這個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 是indogenous的 他要agent做了某件事情以後 這件事情才會發生 對吧 然後呢 也就是retailer如果有forecast 他們之間才有information的symmetry 然後才有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 那principle的問題變成是 再多加一層 你想不想要agent預測 那如果agent預測了的話 就會有information的symmetry 然後你就offer兩個contract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offer一個contract 之類的 ok 然後呢即使agent不預測 他可能也拿得到information rent 因為他有這個威脅 他有這個拿到information的威脅 這樣就足以讓他拿到information rent 可以嗎 大概是上禮拜講的 indogenous adverse selection model 一個簡單的結論 那今天要講的這個東西是傻勒 Cascade Contract Design 是說 我們今天在這個proverb裡面會有三個人 就是有principle agent 和agent接下來會變成principle 然後再跟另一個agent簽合約 那你很快會看到他就是供應鏈上 由上游到下游的三個party 最上游的跟中游的人簽合約 然後簽完了以後呢 根據剛剛的合約 中游的人再去往下游的人簽合約 大概是這個感覺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你是一個兩層的 兩個level的principle agent model的結合 可以吧 所以這個合約簽完再簽下一個 這樣就叫做Cascade Contract Design OK 這是第一個想要你看到的議題 那如果只有這個的話呢 就不是很有趣 所以再多講一個 就叫做Partial Monitoring Monitor這個東西 算是經濟學上的用詞 就是監視觀察 然後一般來說就是在表示 去獲取資訊的一個活動 比如說你今天two type model 你也可以考慮做Monitoring 你就是說 那你就去看那個傢伙的type是什麼 要是你可以看到那個人的type的話 那那個人就沒有information rent了 然後你接下來簽合約 就會變成first best OK 那樣子就叫做Monitoring 那那樣子呢 更精確地講 叫做Perfect Monitoring 或是Complete Monitoring 就是你完全看到那個人的type 但如果你本來看不到 表示說那個人的type 對你來說是private information 或者說是個random variable 你看不到他的type 所以你說 oh with probability beta 應該是low type 1-beta應該是high type 什麼的 就是你有個機率 機率分佈 那我們今天會介紹這個 Partial Monitoring的模型 他呢 簡單來說就是 我不知道這個傢伙的type是多少 那我就試著估計他 我就去 從旁推敲啊 收集一些資訊啊 什麼的 我不能很準確地知道 他的type究竟是多少 但是我可以update我對 他的這個type的信心 然後呢 用那多一些的資訊來看看 能不能幫我做一些事情 等一下會也是介紹那個東西 所以你會減輕你們之間的資訊不對稱 如果你那麼做的話 OK 但是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挺複雜的 所以需要一點分析 這個東西就是今天的主題 可以嗎 所以就是 用這些延伸來幫你自己了解 Screening Model可以多做什麼事情 以及幫助你了解Screening Model本身 那 這故事是這樣子啊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是一個關於Salesperson的故事 Salesperson就是這條狗嘛 然後這個就是老鷹 圖鷹 圖鷹就是一個被推銷的人 這故事是說什麼呢 就是圖鷹說 謝謝你來賣這個冷氣機啊 很棒啊 不是冷氣 冰箱什麼的很不錯 感覺很棒 但是我們圖鷹是不需要用到冷藏庫的 對吧 因為圖鷹就是吃爛掉的東西嘛 所以他們家是沒有買冰箱的需求的 那這個漫畫告訴你什麼呢 就是跟你說推銷員就是很討厭啊 他是賣一些你不需要的東西啊 對吧 對吧 所以 推銷員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那 你看到推銷員的時候呢 稍微你再想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市面上有兩種不同的推銷員 有時候是製造商去聘推銷員 他把推銷員放在比如說零售店裡去賣 比如說這個這個是車行嘛 那車行就是這些車子的製造商 他們有一些人會聘這個他們自己的銷售員 把他放在零售店裡去推銷 那當然就是推銷自家品牌的車子嘛 跟他說這車子好啊這棒啊 然後他的性能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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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或者是這個也挺典型的就是酒醋小姐嘛 酒醋小姐會直接被放在這個零售店裡面 然後所謂零售店就熱潮啦 或者是好吃的餐廳 然後直接去推銷某一個牌子的酒 那這些呢是一些例子就是製造商聘這個Salesperson 或者說製造商直接跟銷售員簽合約 但很多時候當然也不是 很多時候是製造商跟零售商簽約 然後零售商再去聘銷銷人員 對吧 就比如說你走進Seven的銷售員 顯然是Seven的員工 或者是大潤發或者是家樂福等等 所以你觀察到市場上有一些不太一樣的現象 有的時候是這樣有的時候是那樣 那你就想問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是那樣 就是什麼東西會決定 這個equilibrium是製造商hire還是retailer hire 對吧 你想要找一些理由來解釋為什麼 或者是誰來決定是這樣或是那樣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有什麼不同 那實際上當然有很多不同嘛 你可以有各種理由去解釋為什麼 是製造商去聘或者是零售商去聘 就是一個現象背後總是有很多理由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 做為一個研究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出某一個理由 並且證明給你看那個理由是存在的 可以理解嗎 你現在可能沒有太多做研究的經驗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做的研究不是這種建Model 然後做equilibrium的 你可能會做比較典型的量化研究 就是收資料跑回歸之類的啦 比如說我想要研究 在台大資管系或者說台大 這個入學方式對一個同學的大學4年的GPA有沒有影響 這樣子 那你做什麼呢 你就收集一大堆人他們是推進進來的 收集一大堆人他們是指考進來的 也許你想要的話繁星也做一做 外交官子女也做一做 然後他們有不同的類別了以後呢 你就要去看這些人是男生女生把它收集一下 高中念哪兒收集一下 交友狀態收集一下 交友感情狀態收集一下 有沒有打工收集一下 然後就建一個Model跑回歸 對吧 最後出來如果入學方式那個變數的係數是正的 或是負的 反正它顯著的不為0就表示有影響 可以嗎 那那種東西就是你想要知道 某件事情有沒有被這個理由影響或是決定 也就是說一個人成績好到底是為什麼 為什麼同一個學校裡有人成績好有人成績差呢 哦原來是因為他們的入學方式不一樣啦 可能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吧 那我們建Model的其實也差不多 optimization problem 寫下來 然後最後求出 equilibrium 這樣的話去解釋 喔 所以他們 in equilibrium 會做什麼做什麼 in equilibrium manufacture under這個 condition 會直接 ping under那個 condition 會跟零售商 ping 這樣子 然後去解釋這件事情 OK 我們就是想要知道某個原因 好 那來看看 銷售員這種東西啊 他們呢 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要 promote這個 product OK 你多少少都有一些經驗 就是你本來不是很想買某個東西的 但是銷售員一直跟你說好話 他說服你 最後說 好 那這麼多個 item 不知道要挑哪一個 既然他推薦我這個 我就買這個吧 對吧 最低限度 你去飲料店不知道喝什麼的時候 飲料店的小姐或者是先生可能會跟你說 欸 這個某某珍珠奶茶賣得特別好 是我們這裡的招牌 嗯 好吧 試試看 好 所以銷售員跟你說什麼 顯然對你購物的這個想法和行為會有一些影響 那有時候負影響嘛 就你本來想要跟他買東西 他一直在那邊鬼叫鬼叫的 你就覺得你不買了 你就走啦 這也是不可能 這也不是不可能 但總之 銷售員要 promote product 而且銷售員要 put effort 去 promote product 對吧 effort這種東西是很恐怖的啊 首先 effort是要錢的 你如果是個銷售員的話 比如說你想像你去飲料店打工 你也可以就是要死不活的 在那邊 有人經過 你也什麼話都不要跟他講 有人上門點 你就說喝什麼 喔 珍奶是吧 給他珍奶 這樣子 你可以不做任何多餘的推銷 他在那邊站著不知道要喝什麼的時候 你就裝死 不要跟他講話 然後他就 嗯 最後他就走了 也不是不可能嘛 對吧 或者是想像 你們這個年代可能已經沒有了 但是我們那個年代 你在小服前面走來走去的時候啊 就會有看起來穿得還不錯的先生 你可以說 欸 同學可以耽誤你三分鐘嗎 什麼事 我們這裡有一套很不錯的百科全書啊 你這個現在大學是 喔 字管系的 喔 字管系很難唸 什麼什麼之類的 你這個百科全書啊 一套十八本 然後放在家裡這個需要的時候查閱一下 怎樣怎樣怎樣 可以讓你成績變得很好啊 學士變得很豐富啊 什麼的 一套原價要三萬八千塊 只要賣你六千塊就好了 之類的 之類的 就賣百科全書的 然後你在有時候在賣藥牢讀書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就突然跑來 就誒 同學可以耽誤你三分鐘嗎 一講就是三十分鐘 好 但是這些人呢 有時候不得不敬佩 他們是蠻偉大的 就跟剛剛那個賣冷氣 賣冰箱給突嬰的狗 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他明知道來推銷就是要被討厭 他還是努力推銷了 對吧 好 所以呢 推銷這件事情 是很花成本的 那些推銷的人其實都很辛苦 對吧 他就是出賣勞力 在那邊講破嘴 然後呢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你可以想像 如果這個推銷員有一個utility function的話 那他的effort如果是個量 他就會effort越大 cost越大 對吧 可能是精神上的疲勞 可能是真的是金錢上的疲勞 比如說他講話講得很累 就要去旁邊買一杯紅茶 然後就喝 然後很累很累就再買 很累就再買 所以這東西是要錢的 但是呢 這個effort又是hidden的 就是老闆看不到 對吧 如果今天老闆聘你 然後你在這個飲料店打工 絕大部分的時候 老闆其實不太知道 你有沒有在愉快底 心情好底 臉色和潤底 跟這個來店的客人聊天 對吧 你可以就是只是做你的工作 或者是笑臉迎人底 跟他工作 然後讓他留下好印象 導致店的業績上升 或是你去推銷百科全書 你也可以就是抱著行路 坐在小福前面 然後路過的來來往往的 你都不跟他們講話 偶爾看到一個瞬眼的在跟他講 講完了累了休息一下 然後呢各位真的跟他講 或者是看到任何一個可能會買的 你就衝上去跟他講話 對吧 這件事情一般來說是 老闆是不會看到的 尤其是你的老闆如果是百科全書書商 他派你去小福前面推銷 老闆幾乎不可能派人看著你 有沒有在認真工作 對吧 飲料店也是差不多意思 或者是假設今天講的比較高級一點 如果你是軟體公司的高級sales 你去別人的這個 你去可能會買貴公司產品的地方 銷售你的這個軟體 或者是solution 那你可能前天晚上通宵打蛋的熬夜 簡報練習 然後導致隔天一舉成功 或者是你前天晚上就是混水摸魚 看日劇 然後隔天一去就失敗了 但是老闆可能看不出來 你前天晚上到底有沒有拼老命 對吧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這個effort又要錢又hidden 那任何人都沒有理由認真工作 所以老闆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會付佣金給銷售員 對吧 也就是說銷售員的payoff 必須要受到sales outcome的影響 可以理解吧 如果不這樣的話 銷售員沒有任何理由在小福前面講的 口莫很悲 一定就是整天坐在那裡 然後一套也賣不出去 然後就回去跟老闆說 老闆的百貨圈爛透了 都沒有人要買 台大學生各個都是有腦的人 你這樣是騙不了他們的 之類的 或者是飲料店的人就會跟老闆說 老闆飲料太難喝啊 賣不出去都你錯啊 絕對不是因為我推銷不利 如果你今天不把他們的utility 跟commission綁在一起的話 跟sales outcome綁在一起 他們就沒有什麼理由認真工作 所以這東西是很單純的這個incentive的issue 可以吧 就是incentive的issue 你把payoff綁在他的 把他的payoff綁在sales outcome身上 就是在做incentive alignment 就是在做channel coordination 像是某一種revenue sharing 對吧 那跟supply chain上的revenue sharing 其實是同樣意思嗎 他就可以做到某一種形式的這個 coordination 然後讓這個system的efficiency變得比較高 如果你是一個公司聘的一定就是這樣子 不過今天稍微考慮事情 再讓他變得更複雜一點 就是outcome這個東西啊 其實是很uncertain的 對吧 比如說我今天是個銷售員 我可能很diligent 我非常拚命的在小福前面推銷百科選書 但是可能這個product根本就很不popular 所以我即使很努力也有可能賣不出去 對吧 或是反過來 我今天老闆要我去賣的是超受歡迎的 不知道比如說林靜傑的簽名照 然後我今天什麼事也不做 我就在那邊站著簽名照拿出來 一堆人蜂擁而上跟我買 欸我就把它通通賣光啦 這也是很有可能的 這也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你今天等於是不知道說 這個market condition 到底是好還是壞 market condition可能是牽涉到 民眾有沒有錢 民眾喜不喜歡這個商品 這個商品好不好之類的 這些事情不是銷售員本身可以控制的 對吧 然後呢等於是銷售員有點要看運氣 看他遇到的老闆好不好 看他遇到的產品好不好 或是他被派去推銷的地方 是不是一個熱門的地方 今天如果同樣一家公司 老闆派兩個人來台大推銷 一個人去小福 一個人去比如說 罪月湖畔 這樣子 那罪月湖畔雖然也是一個蠻多人經過的地方 但是還是小福前面的人潮比較洶湧 這樣子 那你在罪月湖畔 工作得要死不活的 你的銷售業績可能還是沒有 小福前面來的好 對吧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最後就會造成什麼結果咧 就是 你今天努力工作 也不一定會得到高的報酬 你就會 不是很想要努力工作 對吧 就像下禮拜就要期中考了 你如果很努力念書 也不一定會考得很好 你就沒有什麼動機努力念書 對不對 所以不要太心 努力念書是一定會得到回報的 你們就加油吧 好 所以 今天這個問題也來了 這個market condition 這個市場的好壞 很多時候呢 對manufacturer來說也是hidden的 就比如說 你想像你是書商 然後書商就說 好 我們來派人去台大小福 和台大作業湖畔 然後去推銷書 那你人就到了作業湖畔 你人就到了小福前面 你就發現 小福這裡人來人往的 人真的是多啊 但是我就是不想工作 你就是想要偷懶 怎麼辦呢 努力了一天 其實打混了一天 什麼都沒賣出去了以後 回去跟老闆說 老闆 你不知道 台大小福這個地方 出乎不料理 沒有什麼人 因為他們現在前面馬路在施工啊 所以這個什麼 都沒有什麼人經過 然後現在那邊水源阿博 那個抓腳踏車我一停又抓得很嚴 所以大家都不可能 那個隨便停下來 大家都腳踏車一起就過了 巴拉巴拉巴拉 那老闆如果沒有真的去小福前面看一眼的話 他沒有辦法評論 到底小福前面 人到底是多還是少 也就是說老闆其實沒有辦法 真的知道market condition到底是好或壞 或是比如說 sales person 他拿著一套solution 或是拿著一套產品 挨家挨戶的推銷 然後一直被拒絕 一直被拒絕 一直被拒絕 可能是因為產品真的爛 也有可能是推銷員技術很差 對吧 老闆如果沒有什麼別的依據的話 他也沒有辦法真的說 就是因為推銷員爛 或者是怎樣的 推銷員可能會 在他跟這個客人的對話之中感受到 到底產品是爛還是好 但是如果你問推銷員 產品到底是爛還是好 推銷員一定會說 爛 對吧 就是推卸責任 就是因為你產品這麼爛 所以你不給我高一點的commission的話 這工作根本做不下去 所以推銷員完全有理由 就market condition這件事情 跟老闆說謊 market condition不管多好 銷售員一定都會說 market condition爛透了 對吧 所以這裡呢 除了這個incentive的issue之外 還有這個information的issue 這裡有個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 就是你很快就會看到 銷售員他比較知道market condition 但是他不想要跟老闆說 這市場其實是很好 或者是這產品其實很受歡迎 就算是刺實 他也想要跟老闆說 這市場糟頭了 你能夠賣出這些東西 全都是我的功勞 所以你要給我很多錢 OK 他說謊是爭取比較好的合約 所以這個製造商啊 他如果直接聘銷售員 他其實面對很大的困難 不但有這個incentive的問題 又有這個information的問題 所以這個system其實 並不是很有效率 然後 他終究是要簽合約的嘛 這個commission可能要高一點 可能要低一點 commission如果高 底薪就低 commission低一點 底薪就高 對吧 但是你不知道 到底應該要簽怎樣的合約 因為你就是看不到market condition 所以你製造商提供的這個合約 他可能會很inefficient 或是 inaccurate 他沒有辦法精確地 incentivize這個銷售員 因為market condition是uncertain的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怎麼辦呢 你知道這裡有information asymmetry的issue 所以對製造商來說 要是可以的話 他就想要收集更多的資訊 那更多的資訊要從哪來 有時候製造商可以直接得到更多資訊 即使他聘銷售員 他也可以得到更多資訊 如果這樣的話他就直接做了 沒有任何理由做後續這個研究 不過呢 也有很多時候是不行 所以我們這裡來假設他不行 製造商不能直接收集資訊 所以製造商可以透過一個手段 間接地收集資訊 就是他可以聘一個retailer OK 所謂的聘的retailer 就是等於是讓retailer 當salesperson的老大 你不要直接跟這個銷售員簽約 相對的你是跟零售商簽約 讓零售商去管理銷售人員 零售商呢 因為他跟market比較close 所以這個零售商他比較有機會 比較能夠知道市場的狀況 你想像今天你是比如說在彰化社頭 做襪子的工廠的老闆 讓你東西賣到美國去 那如果美國有一個零售商 他顯然比較知道美國市場 這種假設應該也算是合情合理了吧 OK 所以呢 retailer 既比較觀察的到market 也比較觀察的到salespeople 所以 對retailer來說 這個information symmetry的情況比較輕 對吧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讓他來幫你做事 似乎就比較好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討論的就是 關於在channel裡面加入一個retailer的 informational的impact 這個issue有一點像 你讀過的 mcguire and sliding那一篇paper 就是競爭的channel 我manufacturer要不要downward integrate 我是要賣給零售商 還是要賣給company store 這樣子 等於是我要不要在supply chain中間 插入一個retailer的issue 對吧 那當時的issue 當時沒有什麼salesperson 當時就是說競爭激烈的程度會決定 我要不要這麼做或那麼做 那今天我們這裡 我們不討論競爭 但是我們只討論一條channel的時候 我們討論salesperson帶來的影響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retailer呢 他如果加入 他可以把information symmetry 降得比較低 但是他會分走一些錢 對吧 理論上會嘛 所以你這個decision 等於就是你要不要這麼做 然後什麼時候你應該要這麼做 那這個retailer呢 因為他在我們這個channel裡面 他什麼事都不做 他就是只是resale這個product 就是買進來賣出去 然後跟銷售員簽約 所以我們在這裡會叫他resaler 叫他resaler 不是特地要換個名詞 好像很有學問 他是想要highlight 就是說 我們這個retailer就只是負責 顧銷售員 只是負責轉賣東西 他不會去做定價 他不會去做存貨 他不會去做什麼 推銷 他不會去 因為他的店管理得很好 所以客人就比較愛來之類的 就是你要讓他的銷售能力 跟製造商一模一樣 然後這樣才能展現出說 所以在information這件事情上 帶來的影響是什麼 ok 這樣子你才能夠 精準地study 你要study的這個informational impact ok 所以我們這個人就叫他resaler 他除了resale以外 沒有任何其他要做的事情 好 好 那 他今天 買東西進來賣掉 然後他今天聘銷售員 對吧 我們這裡讓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demand forecasting 這個是幹嘛呢 這東西就是這樣 首先你觀察到市場上不同的零售商 他可能會有不同的demand forecasting的能力 而且你也觀察到製造商 他們基本上很care零售商的預測能力 像你看這些reference的話 你會發現像Sony啦HP啦 這些大公司 他們都會辦類似的零售商什麼預測大賽之類的 他不是真的辦個比賽叫大家來參加 他就是根據過去一年來 你的訂貨的情況啊 然後你缺貨的情況等等的 去評選 然後會年度的時候會頒獎 給他們覺得就是預測的最準的這個零售商 所以呢他們基本上就是獎勵零售商 希望他們把預測能力變得更準 那或者是像CPFR這種practice 就是協同規劃預測補貨什麼的 collaborative planning forecasting and replenishment 那這個東西就是在講說製造商會跟零售商一起做預測 主要就是為了希望讓預測變得更準嘛 這樣子 於是你就會發現市場上供應鏈上很多零售商 他們的預測能力不太一樣 fine 而且有時候你會想要跟零售商 跟那些預測能力比較強的零售商一起合作 A為什麼勒 為什麼勒 因為這個demand forecasting這件事情啊 實際上就是去了解market condition 對吧 如果你做了比較好的demand forecasting 等於是說你對random demand有比較高的了解 等於是說你對於這個市場的好壞 有比較高度的認識 那這個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就變得比較小 Salesperson他知道市場的好壞 而且他會跟你宣稱市場很差 那你零售商怎麼反制這件事情 就是零售商自己要知道市場好或壞 所以零售商去做demand forecasting 就可以把screening problem減輕 這個嚴重性變得比較輕 降低information and symmetry OK 所以我們今天在paper裡面呢 我們想要討論這個零售商 他的demand forecasting的capability 如何的影響這個channel的efficiency 以及這個salesperson的這個performance 怎麼被影響 以及retailor他要不要 improve他的accuracy之類的 我們要討論這一些issue 所以呢 我們今天即將會有一個市場上的random market condition 在那裡我們會假設salesperson 在estimation上是可以做到最棒的 也就是說呢salesperson他最精準 他最了解市場狀況retailor次之manufacturer再次之 等一下你看他model的時候 你會很清楚你看到manufacturer等於是什麼都不知道 他每天就是丟銅板去猜明天demand到底是好還是爛 這樣子那其他人呢就可以做的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們想要study就是retailor的forecasting accuracy 在supply chain的performance上 以及profit splitting上的impact 那有了這個issue了以後呢 你接著就可以討論 manufacturer要怎麼樣的選擇這個supply chain的structure 他到底是要透過零售商還是不要 如果要透過零售商的話 是要透過很強的零售商還是很廢的零售商還是怎麼樣 OK 有這麼一個issue 然後零售商應該要怎麼樣的optimize他的forecasting accuracy 大家是想要了解這一些問題 對吧 好 所以呢 今天我們講這個課的目的 就是希望 如果你是一個typical的principle agent的relationship的話 agent會有private information 那這個heaven information會帶來這個screening problem 然後同時呢 如果是heaven action的話 他會帶來moral hazard problem 這個moral hazard problem 我們還沒有很formally跟你define或introduce說 他是幹嘛的 我們只有在學期一開始的時候很粗略的講了一下 但大體上來說就是 如果agent知道一件principle不知道的東西 而且agent可以決定那個東西是多大 那那個東西就叫heaven action 這個時候是一個moral hazard problem 那在我們這個例子裡呢 market condition是對應到screening或是對應到adverse selection 這是一個heaven information 我銷售員知道市場好壞 但是我不能改變市場的好壞 所以這是heaven information 那同時呢 銷售員他知道自己有多努力 而且他可以改變 他可以決定自己多努力 這東西是heaven action 那我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我想要給你看一個model 它裡面又有heaven information 又有heaven action 那就稍微變得比較複雜一點 然後我希望你可以看到principle 可以得到一部分 但不是全部的information 等一下那個retailer會做個demand forecasting 會幫助他改變他對於這個市場的了解 但不是到一個perfect的狀態 然後最後 如果我們今天有cascaded的principle agent的relationship 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快的你會看到 他可以讓你看到一些你本來看不到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我們呢 介紹這些issue的方法 就是透過介紹這篇paper 這篇paper就是小弟我自己跟我berkeley的資料叫做寫的 然後呢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查一下這個期刊 期刊叫Novel Research Logistics 那我們這個課裡提到的所有的paper 基本上都來自於 絕大部分來自於三個期刊 就是management science,marketing science 還有Novel Research Logistics 所以我們今天就講這篇paper 講這個東西 等一下issue要做這些事情 跟你介紹model model就是理所當然嘛 我們跟你講 喔這個裡面有什麼setting 你很快的多看個幾篇paper以後 你就會發現 我們在講model的時候 issue要講什麼呢 首先你要講 這裡面有哪些player 對吧 講哪些player 再來 player care什麼東西 就是講他們的utility function 再來 player可以做什麼決定 就是講他們的decision variable 然後最後 player做這些決定的先後順序是什麼 就是會有一個time sequence event of sequence of event OK 把這些東西都講清楚的話 你就可以很精確的define the model 以及define the research question 你就可以define說 我就是要看某個東西變大或變小的時候 這些東西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是要做這個 那有了那個以後呢 做一點analysis 所以我們會把optimal contract解出來 然後根據contract 所謂的optimal contract 實際上就是equilibrium的嘛 我們看著equilibrium做一些解釋 於是我們可以得到finding 然後最後簡單的講一點 可能可以做的extension和conclusions OK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來講一下model 今天啊 我們這裡 按照我們剛剛的四大要素 model的四大要素是什麼 四大要素是 player有誰 他們care什麼 就是utility function 他們能幹啥 就是decision variables 還有他們決定 決定事情的順序 就是time sequence OK 好 所以一開始先講講 我們這個problem裡面有誰呢 有一個manufacturer 有一個reseller 還有一個sales agent 他們三個人合起來 組成一個三層的supply chain 三層的supply chain 以前你看到的supply chain上有兩層 對吧 有manufacturer 現在多一層 就是有一個sales person 那我們今天呢 有一個production cost 就是manufacturer把東西做出來的錢 我們來normalize它變成零 然後呢有一個retail price 就是東西賣掉的零售價 我們來normalize它變成萬 你也可以叫它是c跟p 反正不會有什麼差別 我們有一個randommarket demand 就是說 今天我們努力的去賣它了以後 東西賣掉的機率 那對不起不是機率 東西賣掉的結果 就是x x可能是0或1 0表示沒賣掉 1表示有賣掉 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想像說 也不是這麼的局限 可以是0是表示是賣得很少 1表示是賣得很多 這樣子 然後再normalize成0跟1 那你就是說market outcome就是bernoulli 或者說就是binary的 這樣子 那實際上這當然是一種簡化 你也可以說demand實際上是什麼prosome demand實際上就是normal啊 whatever之類的 但是不需要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研究要做的事情 就是用最簡單的model 在所有能夠呈現你的research outcome的model之中 挑最簡單的那一種 所以我們這裡就挑 好 那就是binary吧 那binary了以後 他要幹嘛呢 什麼東西會影響這個商品有沒有被賣掉 兩個 theta跟a theta是market condition a是sales effort 銷售員他可以決定sales effort 然後nature會決定market condition 這兩個量 我們把它們都normalize到0到1之間 然後把它們沉在一起 讓它是東西被賣掉的機率 之中這件事情 唯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想要表現說market condition 越好東西越容易被賣掉 然後銷售員越努力 東西越容易被賣掉 ok 然後他們兩個是沉在一起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market condition 實在是糟透了 實在是0的話 那你再怎麼努力也沒有用 那你的努力 什麼時候會得到回報呢 就是你東西好的時候 它比較容易被賣掉 這樣子 ok 好 於是我們就把它們兩個沉在一起 theta 它可能有兩個type 所以可能是low跟high 然後low比high小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東西就對應到以前的beta 就是這兩個type出現的機率 以前的話就是lowtype是beta hightype是1-beta之類的 那我們這裡 為了簡單起見 我們把它設成1分之1 你可能會想說 2分之1這件事情也太局限了吧 這是在幹什麼 實際上我們可以設它是beta 1-beta 但是那個呢 會讓推導變得比較複雜 對吧 你最後研究已經做完了 發現 你要呈現的 跟大家講的那個最後的 outcome 那個insight 不depends on這個beta的時候 你就先把beta拿掉 至少在你presentation的時候拿掉 因為你presentation其實 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到 你現在聽得很痛苦 對吧 你在任何的情況下 要聚精會審敵 聽懂一個你從來沒有聽過的 有一點困難的報告 都很困難 所以你要盡力把你的model 弄得越簡單越好 我們先讓它是1分之1 這樣至少等一下推導的時候 腦人的那些什麼beta gamma whatever會比較少出現 你就會覺得model比較親切 比較容易理解 那如果有人質疑你說 欸你這個result太narrow了吧 你就跟他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這paper上面都有寫 這個東西是beta的話 完全沒有問題 在第18頁到第22頁的地方 自己去看 這樣就可以了 報告的時候越簡單越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就假設這東西是1分之1 然後cost of a 是1分之1 a平方 我想要讓agent 他在提供effort的時候 是要花錢的 而這個錢理所當然的 他effort不能無限至於高 那方法很簡單 就是他的cost 是convex的 ok 一開始 還ok 越樣 越上去就越貴 你今天已經工作了18個小時了 工作第19個小時 簡直要命 就是這個意思 ok 那簡單起見 我們讓他是quadratic的 你也可以說 欸你這個太narrow了吧 你這個東西不是 就是in general 那如果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你會說 喔沒事 這東西 這個研究上已經做過很多了 你射咖corgetti 跟射他3次方 5次方 8次方 根本就沒有差 這樣子 那大家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人 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 那在這個 這個 這個supply chain上呢 大家都能做些什麼事呢 好 retailer 跟sales agent 他們可以去estimate 這個market condition theta OK market condition 他可能high可能low 那反正是random的 然後我們這裡假設 明天的需求可能會低 可能會高 那機率是1分之1 反正你不知道就對了 所謂的1分之1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一個 prior distribution的概念 就是 我今天不做任何預測之前 我就會覺得就是1分之1 就是表示我沒有任何概念 我完全不知道他會是low還是high 那我現在來做點預測 然後來update我對他們的想法 所以呢 比如說retailer好了 retailer做了預測以後 他會得到一個demand signal sr 這個sr可能是good或者是bad 就是表示你對明天的需求 是樂觀還是悲觀 然後呢 這個東西我們說他的forecasting accuracy 是浪打R 這是什麼意思 齁 大家現在之後 比如說到了學期末的時候 你要做個研究嘛 做個研究的時候 你要設計自己的model 設計自己的model如果沒有經驗的話 會很痛苦 你會寫出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那怎麼樣能夠減少你的冤枉路呢 其實就是看別人怎麼做的 然後當個參考 像這裡的話呢你就可以當個參考 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要做forecasting 然後我要去得到一些information 來update我的belief 對吧 我要讓我改變我明天樂觀還是悲觀的程度 的時候怎麼做呢 比如說像這個樣子 我今天說 我的這個retailer 或是我的這個sales agent 他們要有一個forecasting accuracy 那我的accuracy 要怎麼樣被量化 比如說像這樣 我說他是浪打R 浪打R是什麼呢 他是我猜中的機率 θL表示明天的市場其實是很糟的 那我其實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會是θL還是θH 但是呢我讓浪打R是 如果他真的很糟 我就看到back signal的機率 然後也就是如果他真的很好 我就看到good signal的機率 就是實際上明天的市場會好或糟 上帝早就決定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你說他是1 2 2 2 那你的預測能力準不準 取決於你命中率高不高 浪打R就是你的命中率 要是demand其實很差 你就會看到back signal 的話你就超準 要是demand很差 你就看到back signal的機率很高 那你也挺準的 OK 這個就是浪打R的意思 那也就是說他就是你沒猜中的機率 如果demand是θL 你就會看到good signal 你就失敗了 或者是demand是θH 你就會看到back signal 那你就失敗了 所以浪打R就是在表現說你猜中的機率 那同樣的道理 浪打A也是一樣 就是你猜中的機率 稍微做個區分 我們把SA叫做agent sales agent的signal 然後他的accuracy叫lambdaA 而這裡呢可能是F或U 就是favorable跟unfavorable 其實就是good跟bad 所以一樣 如果今天demand其實很糟 你就會看到bad signal 那就是lambdaA 這個機率就是你猜中的機率 那就是你的預測準確度 這裡其實有一個小小的issue 就是說沒有人規定這兩個機率一定要一樣 對吧 你可能是一個在逆境中 預測的很準 但是在順境中預測的很差的人 就是你可能這個機率很高 但這個機率卻不高 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ok 不過呢這裡區分這些就太複雜了 所以沒有這個必要 你就說好我們來假設這兩個能力 是沒有區別的吧 好 今天 浪達R跟浪達A這兩個機率 我們讓他落在1分之1跟1之間 為什麼不讓他在0到1分之1之間呢 假設有一個人他的預測能力是0 就是浪達R是0 0的話就是表示說 這個機率是0 也就是說他就是完全是一個反指標 他說是好就是爛 他說是爛就是好 就以前如果你小時候跟我一樣 就是打電動玩什麼三國志之類的 你就讓呂布當軍師 因為呂布的智利可能就是10級 欸 請問軍師我們這次出兵勝算如何 他就說這次一定贏 你就不要打 反之亦然 這樣子 如果你的model裡面讓浪達R 可以是很接近0的話 實際上跟很接近1是一樣的意思嘛 那你到時候研究做下去 你的model的東西解出來 你就會有兩端的一模一樣的東西要考慮 就是至少麻煩 你就說那沒事 我們就讓浪達R是1分之1到1之間 就好了 就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實際上也就是 假設浪達R是1分之1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就是完全就是瞎猜嘛 就是不管demand到底好或壞 反正你就是丟銅板 說你的signal是怎樣 那等於是完全沒有用的意思 所以1分之1是最糟是最好 然後呢 我們為了要在model裡面製造出 我們想要的information的hierarchy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假設 就是這個agent可以同時看到SA跟SR resetter只能看到SR 然後manufacturer看不到任何東西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agent會看到兩個signal 如果兩個signal都跟他說好 那agent的這個belief就會超高 那如果兩個signal一個好一個壞 那agent就嗯...上不下 反正他就有兩個signal 那如果agent他只看到 他看到兩個都壞 那就是很壞 這樣子 agent會考慮自己的準確度 和resetter的準確度 然後來考慮這兩個signal的值 來做他的updating 我們這件事情是辦得到的 那resetter呢 相對他只有一個signal 所以他的information就比較少 那就比較少 所以agent跟resetter相對於manufacturer 他有一個private information 就是這個signal 然後agent相對於resetter 他又有另一個private information 就是這個SA 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表現出 在你的model裡面越下游的人 他的預測準確度就越高 就是他的signal就越多 這樣子 那這個假設實際上也並不會不make sense 並不會很奇怪 你想像今天你是個銷售員 在一個公司裡工作 公司就是零售商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公司會有一個有點像是策略部門 或者是什麼行銷部門之類的 他們就會說我們公司做了一個預測 就是這個公司的這個部門 就做了一個預測 我們下一季的這個銷售會好或不好 需求量會高還是低 這個資訊基本上都是對整個銷售部門公開的 但是你銷售員自己去私底下接觸這些客戶 去接觸到這個市場什麼的 你自己的心得沒有一定要忠實地回報給你的老闆 對吧 所以你這個心得就是偷偷在心裡決定的 老闆問你欸 客人喜歡嗎 你就說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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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你的產品需要再加油 幸虧有我在 不然你東西都賣不出去 這樣子 ok 所以呢 你假設agent擁有自己的心得 就是那個SA 是很自然的 ok 不過呢 這也不是大問題 如果今天你在報paper的時候 底下有個教授 他就說欸你這個不對啊 你這個這個這個 你就跟他說沒有 老師這個我們也做過了 我們這個 我們model也可以改成就是 agent只有他自己的signal 即使是這樣子呢 在paper的第38頁到第45頁的地方 我們也有證明給你看 結果不會有影響 ok 但是報告的時候不要講那麼複雜的東西 報告的時候挑簡單的講就好了 好 我們為了要介紹他們的utility function 我們來介紹contract可能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來看看 reseller 他可以compensate這個sales agent only based on 這個realized sales outcome 對吧 就是賣的很好 就多給你一點錢 賣的不好就少給你一點錢 那今天賣的好貨不好只有0跟1 所以呢 這個outcome也很簡單 agent的賺的錢 就是alpha加betax 如果x是0 那就是alpha 你就0底薪吧 要是你有賣出東西 就給你個bonus 所以這個beta你可以說它是bonus 也可以說它是commission rate 反正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有賣就有錢賺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agent就有動機把effort提高一點 讓這件事情發生的機率高一點 那因為agent 他有一個private information SA 而且SA是2type的 所以你這個reseller要做的事情 就是offer一個menu of contract 所以reseller要做的事情 就是offer menu of contract 給sales agent選 你現在還不太知道 contract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但是反正你那個手下 他有private information 然後可能有兩種value 你就offer兩個contract就對了 要怎麼樣offer等一下再說 但是你就是offer兩個contract alpha跟beta是你要決定的 給favorable signal的人一套 給unfavorable signal的人一套 這樣子 那同樣的邏輯呢 manufacturer也要offer contract 給retailer或是reseller 所以manufacturer 我們在這裡設計的是u跟v u呢你想像它就是alpha v呢就是beta 所以reseller賺到的錢就是u加vx 所以u是底薪 v是獎勵 那給good signal的人一套 給bad signal的人一套 這樣子 你不知道contract寫成怎麼樣 但是反正就是要這麼做 才會optimal嘛 所以這東西ok 然後每一個人要做的事情就是maximize 他的expected profit maximize他的expected profit 這就是在講大家的utility function 所以最後一個就是講timing 任何的model最後都講timing timing是這樣 retailer跟agent 他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去選擇他們的lambda r跟lambda a 就是accuracy 那你可以想像成是他們選擇的也可以想像成是天生的 但是市場上有很多不同的reseller 很多不同的sales agent 然後他們的lambda r跟lambda a 就是各有不同 那我們這裡有一個很critical的假設 就是如果你報paper的話 或是你去研討會報paper 或者是你在課堂上報paper什麼的 不要把這種critical assumption 講得很清楚給別人聽 不過我們在上課所以就跟你講 就是這個lambda r跟lambda a 我們假設他是public的 對吧 就是大家都知道 這裡的private information是signal嘛 就我們前一頁講的 但是你看到什麼不知道 但是你的能力是知道的 所以我看著這個reseller 我知道這個人強或弱 看著這個sales agent 我知道他強或弱 只是我不知道他 他不肯告訴我他的signal 這好或壞 這樣子 那 如果你繼續在這條研究之路上走下去的話 有一天你會發現 對 這個假設其實很有可能會影響 我們這個model的結論 就是這個人強不強可能會影響 有一些東西是不影響的 比如說我們這一開始 不是有normalized production cost的乘0 sales price乘1嗎 你現在已經是個專業人士了 你知道這個normalization 其實不影響model的result 但也有一些東西是會影響的 比如說這個 你假設他是public的 這個究竟就會影響 那 不過呢 假設他是public的 某方面來講也還算可以接受 就比如說 這裡有個零售商 你跟他合作很久了 他老是預測不準 那你可能多多少少可以猜 嗯好這個人就是比較弱 或者是你可以問 欸你們公司有買大家最愛的sars的 什麼big data whatever之類的 這個business analytics嗎 欸沒有 你就說好那他弱一點 之類的 所以勉強可以接受啦 那sales agent的話呢也差不多意思 就是你根據你多年來跟他的這個交流的狀態 還有他的業績什麼的 去猜這個人到底能力強或弱 勉勉強強 但總之我們這裡是假設 你看得到他的預測能力 OK 因為我們最後要做一個 research question 裡面最後有一個就是 你要跟比較強的人合作 還是比較爛的人合作 還是比較爛的人合作 這樣子 那所以你自然必須要看得到他的 accuracy 好吧 總之這東西是有的 接下來 Theta會realize 也就是說 市場到底好或壞 會偷偷地被決定 只是沒有任何人看到 然後 Restailer會看到他的signal R 然後Agent會看到他的signal 然後這樣子他們就會去update他們的belief manufacturer接下來 manufacturer一直都處在一個完全沒有任何signal的狀態 所以在這個故事裡面 manufacturer就是被排擠 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signal 沒有人要告訴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只好offer一個contract 反正offer完contract 看你選什麼 你就知道你的signal是好或壞 offer一個contract給retailer retailer如果接受了某一個contract的話 他就再去offer contract 給signal agent 那一樣 這就是signal selection 然後都完了以後 agent會根據這些contract 去決定他要多努力工作 agent要決定這個effort level 然後通通都決定了以後 最後 這些就會決定他的probability x就會根據那個probability 去被realize 然後大家就會賺到revenue 或是他們的share ok 這個就是time sequence 可以嗎 那這個東西啊 你如果今天highlight一下的話 這兩個stage 就是在解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 就因為你的agent有hidden information 所以你就offer一個menu給他選 就是很標準的處理hidden information的辦法 對吧 那這個stage 是hidden action 就是你的agent 他自己去決定他的action要 到什麼程度 所以這是一個hidden action ok 這是一個model 這個model裡面有hidden information 和hidden action 那今天你要求解他的話 也不是太困難 基本上你要做的事情就是backward induction 就是說好要是合約都簽好了 那我agent的affer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去預測那個affer會長什麼樣子 retailer來offer contract 去預測他會怎麼offer contract 我manufacturer來offer contract 然後這樣推完就結束 好我們來解解看 今天呢解這個東西可以說是很難 也可以說是很簡單 簡單的地方在於 你eventually會看到 他就是個two type model 連續解兩次 所以結果還算是可以被理解 但是實際上要做的運算也挺多的 然後你需要用到一個idea 就是basian updating 就是被施定理 你被施定理是啥呢 就是你有一個random variable 你有private information 你有prior distribution 或是prior belief 然後根據你看到的某一個outcome 你去猜說 嗯 實際上既然這件事情都發生了 那應該其實事情發生的機率是這樣跟那樣吧 這樣大家聽得懂嗎 舉個例子 比如說 比如說什麼好呢 今天啊 這個 你有 你賣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可能是popular 或者是unpopular 這樣子 那你其實不知道這東西到底是popular還是unpopular 你就是心裡有個預期 就比如說 嗯 我雖然不是很確定 不過我想這東西應該還ok吧 假設我覺得它popular的機率是0.7 unpopular的機率是0.3 這樣子 今天呢 有一個customer經過你的店 對這東西把玩了一陣子了以後 決定買或不買 決定買或不買 那 我們呢 可能會 針對我們對我們的商品的理解 來設定它買或不買的機率 這件事情你得要知道 比如說你得要知道 如果我這東西popular的話 那它買的機率是多少呢 比如說好我東西如果popular的話 那就是自然的這個人買的機率就很高 比如說0.8 如果popular就0.8 那 popular又擺的機率是多少 就0.8乘0.7就是8756 這件事情發生的機率應該要有56% 如果你的這個estimation是對的的話 那反之今天如果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只有0.2 那我們這裡 對不起 欸等一下 sorry 0.2 27就14 這樣子 這裡面的東西叫joint probability嘛 右邊叫marginal probability 一例也加起來等於它的margin 這個挺合理的 那這裡一樣的道理 我今天unpopular的東西 就比較不容易被買 假設這機率是0.4好了 那0.4 0.3 就0.12 這樣子 然後 0.6 0.3 就0.18 好 ok 好 那所以呢 今天有了這些東西了以後你要幹嘛 就是 好那 所以如果你把這裡加起來 它就是買的機率 也就是 0.68 他這東西不買的機率 好 截至目前為止可以嗎 好 那今天如果 這個人進來 把他玩了一陣子 結果他就走了 他沒有買 那你心裡會有什麼想法 你就會想 今天啊 我想說 嗯 我想要算一個probability 這個probability是 如果 他不買 那 我的product popular的機率是多少 ok 你想要根據他沒有買或是有買的這個事實 來強化或者是削弱 也就是來更新你對你自己商品的信心 這樣子 就是要是假設啦 連續20個人都沒買 你就覺得這signal挺強的 那你沒理由再相信你的product 還是有0.7的這個 受歡迎的可能性 因為這個數字本來就是一開始就是你猜的嘛 就是你今天 產品端出來 你就覺得嗯應該還不錯吧 你就覺得嗯 我們這個病友平台應該還不錯吧 大家應該會蠻想用的 然後覺得應該要挺受歡迎的 結果不信好像不是 連續20天都沒有人發文章 好 Anyway 現在呢假設都沒有人用 那怎麼辦 你就update你的belief 那這個機率怎麼做呢 基本上 這件事情要發生有兩種可能 對吧 然後你就把兩種可能弄出來 然後把其中一種可能弄掉 嗯 太久沒有算了有一點忘記 兩個機率加在底下一個分東西放在分子 對不對 然後應該分別是 就是 popular跟not 和unpopular跟not 對吧 對吧 popular and not 加 unpopular and not 這樣子 這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呢 就是你觀察到not這件事情 就是你觀察到not這件事情 但是not可能實際上是popular 也有可能not實際上是unpopular 這兩個機率合起來放在分母 而放在分子的事情是 就是popular and not 這樣子 在我們這個商品沒有人買的情況下 我這個東西到底popular的機率是多少 那無非就是我這個東西沒有人買 沒有人買有兩種可能 它真的很popular 或是它真的很不popular 然後其中它popular的機率 所以來算算看 popular又not popular又not 是0.14 popular又 unpopular又not 是0.18 ok 然後這個就是0.14 那 你稍微看了一下就是 喔 那不就是0.14除以0.32嗎 對吧 就是我今天已經觀察到這個人不買了 這個人不買 有一定可能性是因為產品popular 一定可能性是因為產品unpopular 那 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人不買的機率 實際上就是 0.32分之0.14 好 就大概44 ok 那這個44 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這個 新的belief 我今天觀察到這個人不買 了以後 我就調整我對我的產品的信心 就是啊 原來沒那麼好啊 原來這個人不買 那肯定就是我的產品其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 這樣子 於是呢 於是呢 你就把你的 你對產品的popular的信心柱改成44% 然後unpopular改成56% 這樣子 就是 根據你觀察到的事實 來update 你對某件uncertain的事情的belief 這樣 那背勢定理就是這邊這個東西 這個條件機率是 他所有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的其他的機率的總和分支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可以了人那件事情的機率 這樣子 好的 基本上差不多是這樣 那 你實際上用起來還有一些什麼別的例子呢 比如說像是 給你一塊銅板 然後你一開始沒事的時候 就會覺得它是一個fair的銅板 所以就是丟出正面跟丟出反面的機率 應該都是二分之一吧 那你開始做實驗 你就丟了100次 1000次 1萬次 然後發現 丟了1萬次以後 大概有40% 大概有4000多次 是正面 6000次左右是反面 那你就update你的belief 雖然這個看起來很natural 你就會update成40跟60 但實際上 你用bass定理的話 也可以算出差不多的結果 或是這個例子 你今天本來相信 demand 是這個θ 是low或high的機率 各是1.2 但是呢 如果你連續看到兩個good signal 你就會update你的belief 你覺得θ是θH的機率 可能就會上升成0.7或0.8 這樣子 然後那件事情取決於你有多準 取決於你有多準 以及取決於 你看到你有沒有好的signal 或爛的signal ok 所以這件事情是 可以算的 可以算的 好 先回來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今天啊 我這個sales agent 假設他看到了 兩個signal j跟k 反正就是 漏或high 或者是好或壞 隨便 反正就是j跟k 也有可能兩個都好 也有可能兩個都壞 但無所謂 給定j跟k了以後 我可以算出 我對θ的posterior belief 兩個都好 我的θL 的機率就變小 θH的機率就變大 反之亦然 根據我們剛剛的 倍式定理 可以嗎 那你update完了以後呢 你就可以算期望值了嘛 我們把njk叫做 你看著這個signal以後 得到的θ的期望值 叫njk 為什麼需要這個 因為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是看我的agent 要求一個a 來maximize他的expected profit expected profit在這裡 這是什麼 這個outcome 是uncertain的 但是給定outcome 我的payoff是α加βx 這是個random的payoff 不過也有一個certain的部分 就是我的effort 總是要付錢的 减2分之1a平方 所以這部分就是 我這個agent能賺到的錢 我想要對他取期望值 但是我對x的預期 不是那麼的random 我對x的預期是 depends on 我對他們這兩個東西的signal OK 假設你沒有這兩個signal的話 你會怎麼做呢 假設你直接要算這個expectation 而沒有那兩個signal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挺簡單的 alpha就是常數嘛 beta也是常數嘛 所以你只要算x的expected value就好了 然後1分之1也是常數 然後a平方也是常數 那這個量 那你回憶一下 probability of x等於1 是θa 市場如果好 這東西賣掉的機率高 或者是a如果大 這東西賣掉的機率高 然後θ呢 它又是random的 with probability 1 half 它是θl with probability 1 half 它是θh 所以θ也有θ的期望值 就是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可以吧 所以這個東西的期望值 就是θ的期望值乘以a 那再寫下來的話 就會變成是 α加上β乘上1分之1θl 加1分之1θh 乘上a-1分之1a平方 這樣子 如果今天你有signal 你有signal 假設兩個都是good 就是連續兩個人跟你說 欸明線的市場會蠻好的 那你會update你的belief update完的belief就是 這兩個數字會變 取決於forecasting accuracy 要是兩個預測的很準的人跟你說 明天會好 你的那個belief就會調的超高 如果這兩個人 預測能力都普普的話 就沒有什麼差 這兩個belief就會變成 這個可能會變成 比如說5分之4 跟5分之1 數字我隨便寫的 但是就是 你的updating 會改變你對這兩件事情的belief 他們的weighted average 就變得不一樣 而這整個東西 從這個大括號到a的這個部分 就是你的njk 就是你的njk 你要是今天jk都是good 這個量就會大 你要是jk都是bad 這個量就會小 如果一震一副 那就是介於兩者之間 然後看是 預測的比較準的那個人跟你說的是好還是壞 那數學上都可以算得出來 不過直覺上大概是這樣子 好有了這個以後呢 你就把它帶進來 njk就在這兒 njk就在這兒 對不起剛剛講錯了 njk是從大括號到大括號 他只是在講demand demand的這個condition 那你就來對他做個一次微分 大概沒什麼問題吧 因為njk 在給定j跟k了以後 njk也不過就是一個常數而已 於是你就微分得到了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給定你的signal了以後 你要怎麼樣做你的decision 那你的decision長得像這個樣子 這個是什麼呢 兩個東西相成 如果我今天相信市場很好 我的努力就會高一點 因為市場好的話 我的effort會有回報 那我就會努力的多一點 或是今天如果beta很大 那就是我的努力可以convert成我的錢 那我就會願意多努力一點 可以嗎 然後很明顯的 要是沒有beta 你就沒有effort 那也挺合理的嘛 要是沒有beta 你沒有任何努力的理由 在這個model裡面 可以嗎 所以呢 經過這樣子的推導了以後 你可以知道 喔OK 得到signal以後 先updatebelief 去相信市場好或換的機率 然後他會改變這個值 然後他會決定effort 要取到什麼程度 可以嗎 再來 那in expectation 這個sales agent會賺的錢 是這個樣子 這怎麼得到的 就把剛剛這個量帶回去 這個市值 把這個a star帶進去這個市值 你就會得到這個東西 in equilibrium 這就是你會得到的東西 然後呢 這是建立在 我們看到這兩個signal是j跟k 並且選了alpha跟beta的前提下 好 那今天我這個sales 我這個sales agent 既然in equilibrium會賺這樣 那我這個reseller 可以開始來寫我們的contract reseller的optimal menu 必須要符合ICIR constraint 對吧 那IC constraint在這裡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的reseller 要induce truth telling 那不過這裡有一點小小的複雜 就是reseller也有兩種 reseller可能看到的是good signal或是bad signal 對吧 所以不管 假設他看到的signal是k 那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這個樣子和這個樣子 這啥呢 我要讓typef 也就是favorable的那個agent 不要去選給typeu的contract 那不管他選什麼 不會改變他favorable的這個事實 所以這個j這個signal a都是f 但是呢f的這個量 第二個東西是k k就是這個k嘛 reseller看到的type 會影響這個量有多大 所以good type跟bad type 的reseller的這個量會長得不一樣 所以那兩個beta會不一樣 就是你good reseller面對的問題 跟bad reseller面對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當然in general可以用k這東西來表示 不過呢反正等到reseller看到signal k 而且他要讓agent看到signal f的人選這個 那這個時候n平方這個東西就已經固定了 就是個constant 然後呢在這個例子裡你看起來 他就像是個type 就像是個type 我一個agent選左邊跟選右邊 影響的是contract是u還是f 影響alpha跟beta 但是n是不會變的 因為你看到的就是那個樣子 樂觀就是樂觀 悲觀就是悲觀 所以incentive compatibility就是要這條 和這條 可以吧 雖然一堆什麼平方什麼二分之一看起來很複雜 不過其實就跟θ v of q-t 是一樣的東西 好再來 我呢in expectation sales agent賺這個錢 所以我要讓他有錢賺 所以這兩個東西都要大於大於零 這東西是individual rationality constraint 好 所以formulate起來像這個樣子 就是呢我的resetter如果看到k這個東西 並且已經選了uv這個contract 好那這裡一樣 實際上這個瓜糊t應該要拿掉啦 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用途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alpha beta 就要這樣子來被optimize ok 這樣子來被optimize 那麼這裡有一些符號 首先先看底下 底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ir跟ic constraint 雖然很複雜 不過本質上就是 這個agent如果看到good signal 就要讓他選good contract bad signal就讓他選bad contract 反正就是我要differentiate這兩種人對 因為這是optimal的strategy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我呢 就像以前一樣 我有beta跟e-beta 因為high type跟low type等的比例不一樣 所以我得要知道 high type跟low type的人各有多少 也就是agent看到good signal跟bad signal的幾率 我得要知道是多少 這件事情其實挺麻煩的 就是這個p bar of jk 它取決於你自己看到什麼signal 如果你自己看到good signal 你就會覺得agent看到good signal的幾率比較大 反之你自己看到bad signal 你就會覺得agent看到bad signal的幾率比較大 所以 這個東西 又是另外一個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然後 最後 這個n n這個什麼挖歌的 就是剛剛講過了 那你這個expectation of x given這些signal 可以這樣blablabla的被表示出來 然後他就會blablabla的跑在這裡 你注意看一下上面這個式子 這個方瓜壺裡面的東西 就是re-seller的expected profit when這個agent選這個contract 或那個contract 我呢 會有u ut-alpha j 這什麼? ut是我re-seller從manufacture那裡拿到的fixed payment 那我無論如何要付出aj 給reseller 对不起 給agent 然後取決於這東西有沒有被賣掉 我可能要付 我可能會得到commission 但我可能也要付commission 給salesperson ok 然後這件事情的影響有多大 取決於這個量 而這個量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expected的sales 給定我的signal以後的expectedsales 就在這裡 在這裡 可以嗎? 好 有點複雜 但是你如果靜下心來 再花點時間看的話 就是 還算是一個標準的 two type的problem 好 然後我們要求的事情 就是找一個fixed payment 和一個commission rate 來optimize這個問題 那你真的optimize下去的話 會得到像這樣子的optimal contract 像這樣 首先呢 你今天sr如果是k k會決定你的contract長什麼樣子 你看這些solution裡面 都有些什麼k啊k啊k啊之類的 所以你reseller是樂觀或悲觀 會有影響 好 那再來 不管怎麼樣 你都會看到這個樣子 這是什麼呢 我如果是favorable signal 就是我想要給favorable的agent選什麼 我要給他全部我得到的bonus 你看一次喔 vt是我從manufacture那裡得到的bonus betaj是我要給下游sales agent的bonus 這樣子 如果今天是要給那個favorable signal的bonus的話呢 我就要讓他是全部的bonus 但如果不是 如果是那個悲觀的sales agent 我要給他的bonus就要變少 那就要變少 你認真看這個式子的話 這兩個量是一樣的 對吧 但是後面這個量是正的 因為這個比這個大 所以呢 在這裡你可以觀察到一個downward distortion 就是標準的downward distortion 你面對那個pasmistic的sales agent 就比較悲觀的那個傢伙 他就剩在這個probably的low type 因為他就倒霉嘛 他就是看到bad signal 所以他覺得這個市場會比較差 所以他就是比較戰劣勢 看到好signal的人可以宣稱市場很爛 但看到爛signal的人什麼事也不能做 所以他就是比較弱 比較弱的人在這裡 他就會得到downward distortion 比較強的人就不會 top的那邊就會efficient 那你就說 那為什麼這東西叫efficient 我今天在這個channel裡 要怎麼樣最大化我們的這個sales effort呢 就是要給他最大的commission 對吧 最理想的狀態就是給他的commission rate 就表示你賣出去的錢都是給你拿的 這樣子的話sales effort就會最大化 但是不可能嘛 因為上下游的這些人都要賺錢 所以老大給老二的commission rate 可能只有80% 老二給老三可能只有60% 這樣子distort下來了以後 這個effort就會變小了 所以前面這裡是毫無保留地 把你的commission給你的下游 這東西是efficient的 而這裡你要cut down你的commission rate 所以這裡是downward distortion 這裡是inefficient的 ok 這一頁就讓你其他事情全部都看不懂 至少理解這句話 就是我給下游sales agent的contract 在low type的地方有downward distortion 然後這個東西如果能理解的話 它就跟我們標準的2-type model是一樣的 給high type的要efficient 給low type的就downward distortion 就是這樣子 剩下的只是符號很複雜而已 可以嗎 不過這也挺有趣的 即使符號這麼複雜 即使這個model跟你的consumer賣東西無關 它的result還是一樣的 它的insight還是一樣 就是你就是要給low type的人downward distortion 好 那好 所以這東西如果解出來了以後呢 我就可以把它們弄一弄弄一弄 帶回去 我retailer的expected profit function 得到這個 然後其中zk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式子 但總之就是一個k的函數就對了 然後我會得到這東西是retailer的expected profit ok 那有很多符號 不過經濟上或是直覺上來說 本質上就是一樣的 那你這裡也可以觀察到 我在寫optimal contract的時候 只寫beta出來 沒有寫alpha 對吧 因為就你研究的角度來講 alpha根本不重要 alpha只是那個transfer而已 就是系統內的人的錢流來流去 它跟efficiency沒有任何的關係 efficiency只有跟beta有關 因為只有beta會影響effort level ok 那有了那個以後呢 你這裡就再來解一次 你這個manufacturer要設計U跟V UG VG 然後UB VB 來讓下游的這個傢伙 他會去選他該選的東西 所以這裡放的是retailer的expected profit 對吧 RG RB要大於0 然後呢 這裡有define 如果他好好選 那就把它叫做RK 所以這是他好好選以後的結果 好好選的結果 還要大於他硬要選另外一個type 的contract的結果 所以上面是IR下面是IC 然後這裡有個1分之1 2分之1就是manufacturer 對下游這個retailer 會看到什麼signal 的belief 對吧 manufacturer就是被排擠 他什麼signal都沒有 所以manufacturer的belief就是1分之1 這裡有個VK VK 它是什麼呢 就是啪啪啪啪啪推導出來的就是這個 如果下游的人是high type 他就會選high contract 在那個情況下 我的expected sales是多大 我把它放在這裡 如果我東西有賣掉 就要分他那些錢 沒有的話就沒有 但是有的話我就可以賺到那個sales revenue 然後無論如何我都要付他那些錢 所以上面這個東西是我manufacturer的expected profit OK 也是挺複雜的 不過你耐心你慢慢做的話 應該還是可以formulate出來 然後Lema 2 你可以發現again 就是對low type有downward distortion 長得像這個樣子 對high type你就無保留地把所有的錢都給他 但是如果今天是low type的話 你就給他一個downward distortion 那你也可以直覺裡想為什麼會這樣子 給downward distortion都是為了要阻止high type說謊 對吧 high type是誰 high type是個樂觀的傢伙 他覺得明天的市場會很好 所以high type的人討厭low commission high type的人覺得他要靠自己的力量來賺錢 他不要領底薪 他要領bonus 因為他覺得市場很好 所以你要阻止high type的人選low contract 就要把low contract的bonus降低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OK 然後呢把他們帶回去 可以得到manufactured expected profit 然後呢其他還有一些砸來砸吧的東西 就是挺standard的 挺standard的 那現在剛剛已經contract 基本上已經可以解了 雖然一時之間要接受蠻困難的 但是你就姑且覺得 嗯好他的確是可以解的 對吧 follow我們教你的two type screening model的方法 他可以解 你剛剛已經解了兩個contract design的problem 兩個two type的problem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怎麼解的話 你看paper的appendix裡面有proof 那個proof exactly就是你上課學的那一套 就是有個ir要redundant 有個ic把它拿掉 然後optimum的東西plug in 然後first order condition 然後verify 所以這部分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呢你現在已經可以做很複雜的東西了 好現在要來把剛剛的東西都在一起 我們來看看finding是什麼 第一個finding就是manufactured profitability re-seller的accuracy會怎麼影響manufactured的expected profit呢 我們的這篇paper的main finding在這兒 就是manufactured的expected profit會concave 對比 convex on 浪打R within region one half and one 而且這個m它還可能會first decrease and then increase 這兩件事情理解一下 convex長得就像這個圖一樣 對吧 不過也不必然 它不必然要是凹的 欸對不起 它不必然是先下後上的 它也有可能一直下 它也有可能一直上 對吧 只跟你講convex的話 你其實不太知道是什麼 所以這個proposition結合兩個部分 一它跟你說它是convex 二它跟你說它可能會先下後上 就是你的確找得到一些例子 它是先下後上的 所以比如說像這個例子好了 這個例子就是re-seller的accuracy lambdaR 如何影響manufactured的expected profitM呢 就像這個樣子 而dataH,dataL跟lambdaA 是上面那一些數字 在這個specific的case 以及它附近的case底下 你會發現這個profit是長這個樣子 好 冷靜的思考一下 這東西想要跟你講什麼 manufactured 他現在找人合作 對吧 他找個re-seller 跟他一起打拼 因為re-seller可以幫他mitigate information and symmetry 因為re-seller對market比較了解 那這個故事就是在跟你說 你呢 有時候跟一些還ok的re-seller合作 還不如跟智障合作 懂得意思嗎 retailer如果變成笨蛋的話 你的profit反而會上升 這樣子 這是這一段要跟你講的東西 這一段相對的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你的retailer如果變強的話 你的profit也會跟著變好 但是呢 反過來也是有可能的 你的retailer如果變爛的話 你也有可能profit會變好 為什麼呢 retailer也有information rent 這裡是個三層的channel 然後呢 當re-seller變聰明 就是re-seller變聰明的時候 我們的sales agent的發展會受到限制 因為下層的information and symmetry會變小 但是這個同時實際上上層 就是manufactured跟resetter之間的information and symmetry就會變大 這對manufacturer來說未必是什麼好事 ok 所以呢 這個manufacturer要做的事情 實際上就是去選 他是要一個很大的上層的information and symmetry 還是要選一個很小的上層的information and symmetry 就是你這個箭頭的長度有點像是在講 這兩個party之間離多遠 如果我找一個resetter 他很聰明的話 那他跟salesperson之間的information and symmetry就很小 但是這個時候他就比manufacturer聰明很多 那他們之間的information and symmetry就很大 那如果是這個case的話 resetter就可以從manufacturer那裡賺走很多的information rent 那反之如果是這個case resetter從manufacturer那裡賺不走什麼錢 但是resetter對於increase這個channel的efficiency沒什麼幫助 因為resetter加進來跟媒家一樣 所以sales agent還是一樣賺走很多的information rent 所以這個等於是在講說你到底是要讓他賺還是讓他賺的感覺 而這個resetter現在就 他既是你的朋友又是你的敵人 對吧 他的ability可以幫助你monitor這個sales agent 但是他不是你 你的夥伴很強跟你很強是兩回事 如果可以的話你希望不要有這個人 你自己的forecasting accuracy提高 但是辦不到 於是你就找一個人來幫你 但是這個人如果太強的話 他可能會對你帶來負的影響 可以吧 所以到這個部分還算解釋得通 也還不錯 所以你們之後做project或者是寫paper或者是做論文什麼都好 希望可以發現一些不是那麼trivial的東西 比如像這個 雖然解釋解釋得通 但是不是那麼trivial 沒有人跟你講之前你可能想不到 說retailer要是變強了的話 我這個manufacturer可能還會吃虧啊 這樣子 這種事情就是你要找到的finding就是想不到 non-trivial 但是說得通 這樣子 要是我解釋給你完 你還是完全不懂的話 那就finding可能有點太扯 那這樣也不行 ok 所以大概是這個感覺 好 有了這個以後呢 還有另一個問題要解決 你現在知道這個retailer的accuracy 是一個雙面刃 對吧 但是雙面刃不必然你就是要先下後上嘛 他為什麼不能先上後下呢 對吧 我們這裡是證明說m是convex 所以他不可能會先上後下 他一定是先下後上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 我們這個retailer的accuracy 他帶來的 他在improve的時候帶來的影響有兩個 一個呢我們叫他better monitoring的effect 他可以把R跟A resetter跟sales agent之間的information symmetry 降低嘛 所以這個效果會讓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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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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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好 所以這是正向的 但是同時他會有rent extraction effect 就是他會讓resetter 可以從manufacturer那裡得到更多的information rate 所以這是rent extraction effect 對manufacturer來說是負向的 ok 那我們現在來考慮一下 浪打R由很小變得很大的時候 一開始是誰大誰小 浪打R如果很小 就比如說0.5 你從0.5變成0.51 或是變成0.55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哪一個effect比較強呢 這裡跟你講 是rent extraction effect比較強 這裡就有寫 當浪打R小的時候 這個effect比較強 為什麼 今天本來浪打R假設是0.5 表示retailer也是在丟銅板 retailer也是不知道這個market長什麼樣子 這個時候呢 這個resetter他稍微的improve 那相對於原本完全沒有accuracy 那稍微的improve 這個relative的difference就很大 與此同時看看在下游這一段 本來呢是一個超大的information symmetry 然後你今天稍微的變小一點點 從0.5變成0.49 就是幾乎沒有什麼差 所以相對來說呢 你的rent extraction的effect增加了很多 但是這個還好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在lambdaR很小的時候 是rent extraction effect比較dominate 所以負向效果比較大 所以那個curve是先往下 然後呢一直到很後面 等到你的lambdaR已經很大了以後 這件事情就會反過來 當你從0.99跟1在做比較的時候 那就是下游那邊的比較significant 那就是better monitoring effect比較大 就是從沒有到有的變化是很大的 從0.1到0.2的變化是很大的 但是從0.8到0.9 或是從0.4到0.5那就有差 所以基於這個理由你可以理解 喔對 所以這個curve的確應該要是先下後上 而不是先上後下 OK 那這也挺有趣的就是 所以這個圖就是一個典型的圖嘛 先下後上而典型的圖 它就是在跟你說 喔所以我要找什麼resetter來合作呢 我要找要嘛就是最蠢不然就是最強的 就是沒有理由找一個中間的 如果這個函數真的是convex的話 要嘛找蠢的要嘛找強的 但是不要找中間的 如果這個curve是先上後下 那你的resetter就會完全反過來 你就會變成有三種可能 如果它是先上還沒有下就停了 就到1了 你就要找最強的 先上後下你就要找中間的 然後呢一直往下的你就要找最左邊的 所以今天如果是先上後下 就是如果是concave 你可能就有三種可能 對吧 可能optimal的是中間的 你就是要找一個不強不弱剛剛好的 但今天是先下後上的話就不是 你一定就是找最強的 不然就是最爛的 好 這樣子 然後這個東西某方面來講也是 對應到你的人生 就是你有時候呢在一個組織裡面工作啊 然後你想要找夥伴 然後這個故事等於是就在告訴你說 你找的夥伴要嘛就是要是超強 不然就是要是廢財 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想想看 比如說啊你今天這個這個 實際上你找的是一個中間管理人的概念嘛 就是你是manufacturer 你像是老闆 然後這裡有個中間管理人 然後他有一些手下 中間管理人存在的目的 是為了要管理那些手下 因為你的手下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像在那邊圍飛坐呆啊 偷雞摸狗啊之類的 好所以你的中間管理人 要嘛他就是很強 強到可以壓制這一些 這個底下的這些小混混 然後讓他們都服服貼貼的做事 那你就放手讓他做事 要嘛就是他有點廢 然後相當廢 廢到就是他不會影響你的這個 channel profit splitting 他不會分走你的share 然後最怕就是呢 這個人就是要強不強的 下面的人管的也是普普通通 然後呢他又在那邊弄一些小聰明 然後導致你的這個channel就是沒有什麼效率 然後呢他又分走你一些share 這樣子就是最糟的啦 那對應到這個師生關係的話呢 就是假設這個是學生 然後manufacturer是老師 我們如何讓這個channel的efficiency最大化呢 就是這個學生啊 他要嘛就是天才 天才 要不然就是一個勤奮工作的普通好孩子 OK 這樣子的話呢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比如說我們寫論文嘛 老師指導學生寫論文 老師指導學生寫論文 老師學生很聰明的話 我們就給他一個分身具啟發性的題目 啪啪啪啪啪啪的 就欸John Nash之類的 然後就很厲害 那不然的話呢就是學生也可以不要是天才 不是天才也是有活命的機會嘛 他可以腳踏實地的 好好把老師給他的某一項工作 就是紮實的做好做滿 然後就可以 就可以也是可以做出不錯的成果 對吧 也是可以做出不錯的成果 最怕的就是這個人既不是天才 他又耍一些小聰明 老師叫他做事他也不錯 找一些捷徑 然後結果又做不好 啊這樣就很麻煩啦 OK 所以這個你知道這個東西 雖然我們講的是supply chain 雖然講的是demand forecasting 啊這個只是小故事大道理啊 好 沒有啦剛剛都在開玩笑 好繼續 那現在再往下講 一開始我們不是要回答 到底你是manufacturer要自己pink 還是要請一個retailerpink嗎 現在我們的model 已經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 就是你是想要什麼呢 如果你要自己pink 就是有一層超大的information and symmetry 或者是你用兩層的小的information and symmetry 你問的是這樣好還是那樣好 對吧 那實際上剛好你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你的這個 他跟你說什麼呢 如果你要pink 就pink一個最強的 這個時候你就是用3 layer的model 要不然你就pink一個廢物 那那個廢物呢 實際上跟你是一樣廢 你就兩個人一起在那邊丟銅板 對吧 所以呢 這東西等於是不要pink 所以就是看這個點跟這個點誰比較高 來決定 你這個channel到底是要pink還是不pink 比較好 可以吧 反正一定就是左邊高或是右邊高 你不是很care 他中間對低的地方在哪裡 你只是想要知道 到底是左邊高還是右邊高 左邊高 就用一個2 layer的channel 直接pink salesperson 右邊高 就用一個3 layer的channel pink一個retailer OK 就是這樣子 好那什麼時候會左邊高 你的paper要試著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 manufacturer 希望r uninformed 或是precise 就是剛剛說的 要嘛是個普通人 要嘛就是個天才 OK 那就會相對應的對應到 這就是 聘普通人 等於是你直接聘 sales agent 或者是 這是你去請一個天才 那這個時候你就是一個 3 layer的model 比較好 好我們今天呢發現有兩個東西會影響你這個decision 第一個是這個 我們讓ada被define為θ-h除以θ-l的這個ratio θ-h θ-l是market condition的好或壞嘛 然後θ-a是東西賣掉的機率對吧 θ-h如果比θ-l大很多 那表示這個market condition的浮動性比較大 浮動性比較大 就是要嘛是很高 要嘛是很低 如果θ-h θ-l差不多 就是雖然有差但是差不了太多 這樣子 所以這個ada這個東西等於是在跟你講 這個market的這個demand的variability 或者是volatility有多大 他們不是theia-h就是theia-l 但這兩個量如果差很大 那difference就很大 如果差得差不多 那就是variability就很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影響的是浪達A 浪達A就是最下面那個sales agent有多準 OK 就是它的預測準確度 然後你可以發現我們可以證明一個provision2 長得有點複雜 不過呢你回去慢慢讀 這個東西就translate成這個圖 就是這樣子 那你寫paper的時候很喜歡畫圖 因為圖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像剛剛那種condition condition是一定要寫的 因為它比較formal 比較regorous 比較precise 但是圖比較容易理解 好這圖是在幹啥呢 跟你說market condition的這個ratio 這個ada在橫軸 agent的forecasting accuracy在中軸 所以這裡是0.5到1 這裡是1到無限大 這裡是1到無限大 因為θH除以θL 可以到無限大 不過我們就隨便畫到某個量 那麼呢 會有一個curve 把它從中間切開 左下方是自己來 右上方是找一個resetter來幫你 所以得到了這個結論 所以得到了這個結論 那intuitively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的ada和讓打a是大的 偏向右上方 那你就要找resetter來幫你 如果是偏向左下角 你就要自己來 可以吧 technically的是這個結論 那為什麼呢 今天 要是很偏右上方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agent很聰明 就是你的下游的下游 那個家偶很聰明 很聰明意味著 它跟你之間的information asymmetry超級大 所以你得要有一個人來制製它才行 或者是這個market condition ratio超大 ada超大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猜錯的下場很嚴重 你以為θ很高 但其實它超低 或者是反過來 那你的決策就會產生很大的誤差 所以這個時候 猜得準是很重要的 如果猜得準很重要 而information symmetry又很大 你就需要一個resetter來幫你 那這個時候你就找一個resetter 反之如果θ跟θ有就差不多 而且這個agent也不怎麼樣 那你這個時候找一個resetter進來 它就是分你的share 這個時候對你來說就很不好 就很不好 OK 它既把你的information rank拿走 又派不上什麼用場 所以這個圖說穿的也很簡單 就是你需要它的時候就pin它 不需要的時候就不要pin 而需要它是什麼時候需要它 猜得準很重要的時候 猜得準很重要的時候 以及下面那個被它管的人很難管的時候 你就要找它 這樣子 OK 就是這個樣子 好的 那實際上peverly還有其他的finding 還有這個finding 那個finding 還有什麼coordination與否 然後還有什麼profit splitting 之類的 不過那都相對的比較minor 所以我們就不講了 研究上最主要的就是回答你的research question 就是為什麼有的時候manufacturer自己來 有的時候manufacturer靠retailer呢 然後比如說我們剛剛那個圖 試著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OK看情況嘛 如果是這樣就那樣 如果是那樣就那樣 但是我們告訴你情況是什麼 然後我們其實也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這條線是凹的 為什麼不是凸的呢 對吧 因為剛剛有講 對吧 因為剛剛有講 然後我們也告訴你說 我們發現這個manufacturer 他的這個profit是這個 隨著浪達R是先下後上的 這個東西相對底 不是我們最一開始的research question 對吧 我們最一開始的research question 沒有要你 我們沒有要你回答是先下後上還是先上後下 還是是波浪狀還是怎樣 沒有 那等於是你這個研究的一個偶然的發現 或者說也不能說是偶然啦 它是你可以有點預期到 但是它像是你的這個研究的這個成果 預期有點預期以外的成果 所以你做研究都是這樣子 你今天有一個問題 你就說喔這裡有個問題是吧 好我們建一個model來model它 這個時候你的model一定是設計成 能夠表現你的問題 所以自然底有一些你預期的結果 應該要被看到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研究 什麼時候manufacturer要自己來 什麼時候reseller要被加進來 所以你的model理論上做完了以後 應該要這個condition下做這件事情 那個condition下做那件事情 這件事情應該要看到吧 如果建了一個model 結果發現always manufacturer就是要自己來 可能你的model就有點問題 可能是太narrow 可能是太artificial 可能是解的時候解錯了都有可能 表示你的model沒有辦法忠實的描述 你本來的research question 好那等到你的model可以描述research question了以後 再對它做各種觀察各種延伸 去看看能不能看到一些 你本來沒有想到的事情 比如說剛剛的那個non-monotonicity 就可能是其中一個例子 好很快點把最後這些講完 如果我們剛剛跟你宣稱的一樣 γ這個東西就是剛剛的1 2 如果1 2不是1 2 而是其他的數字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做得到剛剛那些effect 不過呢這個時候 因為ada這東西跑進來 這個式子會變得太massy 裡面會有太多變數 所以你沒有辦法直接證明這些事情 那怎麼辦 各位做研究的時候也很容易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你這個算是太複雜了 就是解不出什麼東西來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是靠 numerical study的時候啦 你們可能會習慣用各式各樣的軟體 什麼Malab啦 Mathematica啦 R啦 或者什麼的 不過無仿 反正簡單來說呢 Numerical study就是代數字進去 看看結果是什麼 相對於我們前面的是analytical approach 這裡的話呢就是 好 equilibrium還是有 equilibrium是這些東西的函數 不過那個先下後上這件事情 這個一次微分實在是搞不定 那沒關係 我們就用Numerical study 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基本上Numerical study就是 你只會得到observation 你不會得到什麼proposition或者是lhemma 因為這事情不是你證明的 只是你看到的 但是你看到的東西 它可以再告訴 它幫你verify說 前面證明的那一些東西 不是那麼的narrow 不是僅限於1 2的時候會成立 差不多的時候也OK 比如說這個 M什麼時候會先下後上呢 就是對於任何的gamma 在0到1之間 M要嘛是先下後上 不然就是一直下 這是你的觀察 這是你的觀察 我們剛剛證明M先下後上 我們剛剛證明Mconvex的時候 是在1 2的時候證明的 我們沒有證明gamma如果是1 3 或者是3 3什麼的時候 會不會convex 會不會先下後上 但是我們做一個很完整的Numerical Study 把各式各樣可能的gamma的值都帶進去 然後跟你說 嗯沒有錯 我們發現它的確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 只有這個 沒有前面的proof的話 基本上就很weak 因為這東西全部都是你看到的 但是你如果有proof的話 基本上人們可以理解 喔好啦1 2的時候是嘛 函數都連續的 那很靠近1 2的時候 理所當然的也要是 那你現在說全部都是 嗯好可以相信 所以是一個互相幫忙的概念 然後in particular呢 就是M tends to be non-monotone when gamma is small but the monotonic only decreasing when gamma is large 像這樣子的圖 然後跟他說 喔左下角這個地方 它這個是會 這個 decreasing 還是 non-monotone 然後反之怎麼樣 然後你的gamma變化的時候 會變大還是變小 你如果去看paper的話 它裡面有一系列的解釋 為什麼gamma變小或變大的時候 這個東西要變大還是變小 然後就是給一些intuitive的explanation 不過呢 當你進入到extension 或是numerical study的階段的時候 這些東西就比較minor paper要寫 因為就是finding 不過報告的時候 一般來說就是跟他說 欸這我沒有做 挺好的 相信我吧 這樣就可以了 好或者是你說 我們今天剛剛有個curve 在跟你切說 左下角是要自己來 右上角是要找一個resetter 那我們跟你說 欸 gamma變化的時候也是一樣 只是這個區域會有所改變 gamma0.5是這一條 其他的話是別條 不過shape 基本上長得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剛剛給你看的東西 不是什麼特例 它就是那個樣子 OK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做說 要是agent protected by limited liability 就是這個alpha不能是負的 會怎麼樣 你回去看你的這個model的話 你會看到 Lema1前面的那個formulation 裡面alpha可以是負的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叫agent先給你錢 先給你一點底薪 他先付錢 保證他會來上班 然後等到他東西有賣掉了以後 他再拿commission rate OK 就是我的意思是 contract允許你那麼做 要不要那麼做是一回事 如果今天不能那麼做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興趣的話去看paper 會不會這樣寫 或者是agent看不到resetter的signal 這個時候要怎麼辦呢 也一樣paper裡也有寫 你們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這個挺複雜的 這東西叫做inform的principle 就是以前都是agent有private information 現在是principle有private information 然後agent也有 所以其實是蠻technical的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課是完全沒有可能機會講到啦 所以大家就是有興趣看一下 試著了解他的argument就好了 但是本質上不會有什麼改變 好的 所以呢 這張paper或者說這個lecture 想要給大家看就是 manufacturer可能會benefit from having a resetter indirectly collect information for it 你今天也想要information 但是你不能自己取得的話 可能請一個人間接地幫你取得 是有幫助的 你引入這個人 他實際上完全底就不是你的一部分 所以他是這個system的一部分 但是他會改變這個system的dynamics 他會改變大家互動的方式 可能會讓manufacturer賺的比較多 那不過呢 more information也有可能會hurt你的principle 今天這個information如果不是你自己取得的 是你的夥伴取得的 就是那個resetter 你夥伴取得更多information 也有可能就是對你更不利嘛 就像我們剛剛跟你講的例子 那個rent extraction effect 他取得越多 那他相對於你的information advantage就越大 resetter如果要被include進來的話呢 他要嘛就要是precise的 不然就是uninformed 就是我們剛剛跟你說的那個先下後上 的這個convexity的result 然後manufacturer什麼時候想要uninformed的resetter呢 當market不volatile 也就是猜錯無所謂 以及sales agent不太accurate 所以他自己來就好了的情況下 或者是resetter他precise 我希望resetterprecise 當market很volatile 所以猜錯很嚴重 或是sales agent很accurate 這個時候information和symmetry很大 所以我非得要有人來幫忙才行 ok 那這些implication 都是講supply chain嘛 不過他跟你的daily life像嗎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就是小故事大道理 就是你覺得我嘴炮的話就沒有很像 那你如果覺得也不是完全沒道理 那就是可以互相印證 這樣可以嗎 所以總之 這個lecture就是主要是給大家看 2-type的model 他往外延伸的話還可以再做很多事情 比如說兩個2-type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study中間那個middleman 他的accuracy 或他的information的含量上升了以後 他能不能幫助這個manufacturer 有時候是可以有時候是不行 對吧 你如果只有兩層這件事情就永遠做不到 但你有三層的話這件事情就可以討論了 然後你也可以討論你是要跨過他還是要靠他還是怎麼樣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可以做什麼 我相信你們有否認識 所以我覺得也要做很多事情 那是一個正確的事 我覺得不是很心急 你不能跟著我 就我看到…. 感谢观看